准备好迎接跨年了 看准有不少人会在家里大客炸鸡汉堡 各大素食店餐厅是祭出了强势的优惠 包括像是麦当劳单笔满200块钱就能择20块钱 最多省超过2000块 还有这个摩斯汉堡打出明年元旦前 早餐时段吃猪排堡加上中杯的咖啡 每组是89块 另外汉堡王更是活力全开 重达一磅四层的火烤牛肉堡 抢在跨年元旦期间限定回归 预估将助攻一成以上的上级 高温制烤超后软中带进的牛肉 淋上墨西哥去香酥脆洋葱和炸皮根 热腾腾端端上桌 迎接跨年重量级汉堡限定回归 主要喜欢吃肉 跨年的话应该是在家 然后用电视看那些烟火的直播 应该会去家里附近买一些咸酥剂 或是素食那些的 天气冷搜搜 跨年夜窝在家里和家人朋友大客素食 锁定肉食控 汉堡王重大一磅 四层火烤肉排牛肉堡和去双层烤鸡堡 明年12号前限时吃 带动买气 冬天大家都非常需要热量 再加上说台湾人其实非常喜欢吃起司 聚餐啊 揪团啊的一个行为 那也带来多一层的一个业绩的表现 高温油炸金黄酥脆薯条 不只汉堡王 看麦当劳十二月三十一号前 买四盎司牛肉堡系列 单点就送中暑或金黄地瓜条 若单笔消费每两百元 折二十元 最多可使两千一百九十六元 摩斯汉堡同样活力全开 明年约旦前早餐时段 吃猪排堡搭上中杯咖啡 每组八十九元 订阅通过App点大杯冰红茶买二十杯送二十杯 各大素食餐厅将在跨年约旦期间 寄出强势优惠 一路吃到二零二四 替商机注入新企项 谢谢终于录影至台北咖啡道